红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先前在脸书发文 分享了自己在美国拜会知名作者佛里曼 大谈金门和平宣言 但是被发现这文章是悄悄删除了 引发各界热议 而对于郭台铭返台之后 似乎参选势在必行 现在挺郭派动作不断 届时地方派系恐怕也得选边站 又是搭肩又是握手似乎很麻烦 红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到美国拜会世界视频的作者佛里曼 还发文说两人聊了很多 包括金门和平宣言 但这篇文几小时后悄悄删除 前民进党立委林卓水酸 可能是佛里曼对金门和平宣言 没太多美言 到底是什么原因下架这件事情 我们不得而知 假设郭董真的要选总统的话 那我想应该有更多去 好像看起来去蹭这些大咖 更可以做更该做的事情 据了解佛里曼不愿介入台湾选举 要求郭台铭删文 郭伴表示两人会面绝非外交活动 也无意借朋友进行政治宣传 删文单纯是友人间互动 不过郭台铭访美反台后 听郭派动作不断 传出将发起主流联盟参会 退党的彰化县议长谢典林 前云林县长张荣卫都有受邀 郭董事长做什么我们真的无法智慧 但是不会言 国民党自己团结 我觉得少数一两个人被挖走 那只是小事情而已 眼看郭台铭朝地方派系 频频招手 国民党想整合 除了出动棒子 也拿出胡萝卜 交换筹码就是不分区立委 不分区立委的部分 我们有一些地方派系的代表 确实也听到有一些在争取的动作 所以未来会不会透过 不分区立委的安排 能够让地方派系 来一起团结合作 我觉得不无可能 金南投议长何胜丰和谢典林 郭台铭朝地方派系下手 各界都在看 下一位退党的会是谁 以及骨牌效应 何时发酵 接着陈欣章站领台北长报导